2014年闪嫁台宿长孙王全人 原本过着幸福快乐的婚后生活 更常常在脸书发布带孩子和老公聚餐的温馨照片 然而这一切却在今年初变了调 有周刊爆料两人自过年后大吵一架 自此就分居半年多 更传出王全人另有暧昧对象 蚂蚁独自回到日本娘家 然而最新消息指出 其实蚂蚁豪门婚变的主因 其实跟王全人无关 王全人上一段婚姻 娶了首都客运的千金李金金 这段豪门连姻维持不久 双方最后撕破脸对布公堂 最后离婚 王全人在三年前迎娶麻衣后 虽然麻衣但出演艺圈 专心在家照顾家庭和孩子 但传出王全人的爸爸王文阳 对麻衣很有意见 五十四星观点的主持人 陈匪娟昨天爆料 王文阳对演艺圈根本不熟 原本听说麻衣是电视明星 还以为麻衣是主播 认为麻衣端庄优雅又贤惠 印象不错 然而随着时间过去 王文阳才知道 麻衣其实只是个通告艺人 原本还不会怎样 但是这对以为麻衣是主播的王文阳来说 落差实在太大 让王文阳难以接受 另外根据王家的友人透露 其实忘全人一直以来都很不满 当初麻衣千方百计的接近他 但却却因为他肚子里怀有台素集团的男胎 所以最后王全人才不得不再次回归家庭 据传就是因为王文阳不喜欢麻衣 王全人才被暗自允许令找对象 也一直独留麻衣照顾孩子 王全人日前也在搭飞机回台湾时 被直击和不明人士传送多个爱心 拥抱甜蜜的LINE贴图 抵台后又直奔酒店 让人怀疑王全人早已另有新欢 而台素豪门也十分要求门当户队 麻衣面的玉川大学文学部学科 艺术文化学科在日本仅被列为C级私立大学 上头还有B、A2、A1、SA等私立大学 完全比不上一票国立大学 更何况是跟王全人或前妻李晶晶这样的富豪名门比 相比之下 王全人则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百科来分校 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财经博士班 前妻李晶晶的学历与背景也很好 相较之下麻衣显得逊色许多 让王文阳一开始就颇有为辞 如果王文阳真的不喜欢麻衣 至少也要体谅对方帮自己生了一个金孙啊 希望麻衣最后能够得到他应有的幸福 喜欢这篇文章吗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